这是一个年仅10岁的插班生 上了第一节课就公然和老师对打 老师惯用了一招天女散花 被男孩轻松化解 体育课上他可以单手倒立 甚至直接将举着杠铃的体育老师轻松举起来 就连空中飞过的超人都难逃他的标枪大法 这个男孩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其实这个名叫小飞的小男生 土生土长在农村 从小和父亲阿俊一起生活 因为阿俊耍得一手好功夫 自然也是虎父无犬子 父子俩从一睁眼开始就在切磋基本功 平日里阿俊得用汤碗吃饭 而正在长身体的小飞自然就得用脸盆了 尽管如此还是被父亲吐槽 今天的胃口怎么这么不好啊 别看小飞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唯独怕狗的他 就算是一只小奶狗也不敢接触半分 收拾妥当的父子俩骑上自行车 路上还不忘摘个水果 来到开阔地带 开始教村民们功夫 虽然这帮人根本带不动 但他们好学的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这天正忙着打麻将的阿俊收到一封信 正是香港的师父写来的 照片中的师父表情痛苦 阿俊担心师父的安危 带上小飞就偷渡到了香港 根据线索找到医院 病床上的师父告诉他俩 自己是因为打伤了一个外国警司 为了逃脱责任 所以才假装精神病逃过刑居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前就有这等高招 实在是妙啊 但事已至此 师父再想出去就不容易了 苦于三人都没有好办法 师父于是安排父子俩住进酒店 据说那里治安很好 闹钟取静 非常适合居住 两人刚到这里 就看到了电梯中 刚杀了来福的常威 这上头的常威 自然不会放过他们父子 持枪脅迫二人走进电梯后 就准备杀人灭口 谁是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面前的这对父子 可不是普通人 食料不及的常威 在狭小的电梯里 根本打不过配合默契的父子俩 电梯门一开 常威就脚底抹油开始跑 尽力的阿俊 必然不会放过这个杀人凶手 和小飞一起玩命狂追 阿俊用雨伞把勾住常威的脖子 将他薅下阳台 常常骗人说不会武功的常威 就这样被爆了装备 一个红布袋掉了出来 刚好几名警察闻讯赶来 常威贼喊捉贼 污蔑阿俊父子俩抢劫杀人 因为他们是偷渡客 不想结尾生枝的两人 只能拿上袋子先走为妙 自身难保了他们脱身之余 还不忘救下掉下来的常威 眼看被围困 阿俊舍身救子 让小飞用雨伞逃到一楼 自己则另外想办法脱身 可香港街头车水马龙 之后逃出去的父子俩 就这样擦肩而过 没了彼此的音讯 落寞的独自坐在台阶的小飞 被导游误认为是队员 拉着带进了一只小朋友的唱玩小队里 几场极限游戏下来 把小飞吓得是两腿发软 亮亮呛呛的拿起花坛边小女孩的帽子 就揭起了呕吐物 小女孩顿时就迷上了小飞的盐 要带她去吃东西 妹姐是女孩的妈妈 常在街头卖些糕点 达叔则是女孩的爸爸 平日里专干偷鸡摸狗之事 也是没少得罪人 但总可以凭那三寸不烂之舌化险为夷 但也不是次次如此 万一碰到个更狠的 就只能挨揍了 目睹这场并不公平的群殴现场 小飞自然是不能忍 冲上去就凭借一己之力 将这群大人打得嗷嗷乱叫 我的歌 我做这种并不公平的群殴奥 我做这种并不公平的群殴奥 我做了这种并不公平的群殴奥